经过多方的思考与检验 我们发现读者所面对到的第一个困难 那就是我们很容易用一种直觉的反应 而在常识的阶层上面来理解文本 换句话说 我们常常不自觉的用自己所熟悉的时空背景 我们个人的人生经验 乃至于我们对这个世界 对周遭环境的一种常识性的理解来解读经典 那么其中尤其是以这种常识性的直觉反应 最难克服 因为这涉及到我们个人根深底固的情绪好恶 这说实在的也就是一种个人成见的延伸 而这样子的一种常识阶层的直觉反应在所难免 这个是每一个读者在第一次面对经典的时候 都必然是一个基本状态 因为我们本来对文本就不够熟悉 所以我们需要用一种最直接 也最浅诚的方式来跟经典接轨 那么这样的一个接轨过程 是绝对没有办法跳跃过去 所以说实在的 我们对于经典的解读的问题 并不是在这个第一个阶段 问题是在于如果我们一直都是以这样子的方式 来反复的接触经典 那么这就会容易产生问题 因为我们每一次的阅读都会是我们第一次的直觉反应 也就是个人好恶的再强化 都是我们的成见的再根深蒂固化 而无形当中我们的反复阅读经典 也不过就是在反复的加强跟印证我们既有的成见 而如此一来 对于经典的文本的熟悉 其实反而会形成自我的障壁 因为我们会更不容易看到 在我们成见之外的那些字里行间的讯息 所以就此而言 我们现在要来区分两种 人类在接触这个周遭世界 或者是在建立知识 在学习新事物的时候 事实上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方式 跟两种不同的层次 那就是意见和知识的差别 唯有先认识这两者之间的差别 我们也才能够自觉的跳脱尝试的层次 然后进入到真正是知识 也就是比较逼近真理的那个部分 那么什么叫做意见与知识呢 那么意见跟知识的差别 我们要借西方 也就是来自希腊文的两个概念 以及它的意涵来作为参照 那么Doksa 它就是所谓的意见 那么这个字呢 是一个希腊字 那么原先的意思呢 就是指的就是一个很普遍的信仰 一种呢很通俗的意见 也就是呢 人云亦云的结果 就是大家都能够在一种 很直觉的反应底下形成的共识 那样子的一个看法 我们就把它叫做Doksa的阶层 但是问题是 阅读经典如果只是停留在这个层次 固然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一种 直接的快感 因为呢 我们可以跟着经典里面 我们所熟悉所喜欢的人 随着他的快乐而高兴 也随着他的悲哀而悲伤 因此也得到一种情绪的抒发 这个层次呢 不但是我们阅读经典的第一个阶段 是不能够跳跃的一个根本的接触 那么也因此 它能够带来很大的阅读上的满足 那么以至于呢 大多数的读者容易停留在这个层次 因为我们阅读变成是一种 情感抒发的一种管道 然后我们在里面呢 也能够得到在现实世界里面 所得不到的一种情绪上的满足 但是诚如刚刚所说 如果我们每一次的接触经典 都只停留在这个第一个阶段的话 那么我们对经典的认识 也就是永远只是在意见的层次 也就是呢 所谓的common belief 或者是一种popular opinion 那么这样的层次是否值得停留 那么我们就得反攻自行 我们对自己身为一个读者的角色 要求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们只是一个初步的阅读者 在里面领略阅读的快乐 甚至呢 有一种消费经典的一种虚荣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么停留在意见是毫无问题 事实上要怎样阅读 每一个读者都有自己的权利 他想要做怎样的读者 我们都必须尊重 只不过说 如果我们想要更作为一个积极的读者 然后呢参与经典的建构 同时呢 也让我们从经典中所召唤出来的 那个我自己 是一个能够越来越开阔 也能够越来越深刻 然后呢 也越来越不断的 随着自我的成长而延伸的 那样的积极的理想的读者的话 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只停留在意见的层次 我们要到跟它不一样的更高的层次 那就是阅读应该是一种知识的追求 那所谓的知识相对于意见 它也是一个希腊文 叫epistemic 那么这个希腊文的意思 其实就是knowledge 或者是science 那什么叫知识或科学呢 当它作为一种知识 或者是科学 也同样是一种知识 但是科学就有一种严格的要求 它必须要经过反复解证 必须要不断的推敲 必须要让它的推论 在一个比较全面的样本 基数上 然后在严谨的推论过程当中 达到一个具有高度效力 那么具有比较全面含瓜性的 一种诠释的力量 那么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们可以说 它就是达到了epistemic的一个境界 但是epistemic当然不是只有一种 我们认识这个世界 永远有许多的角度 而且每一个角度都可以让我们到达 也让我们认识到一个不一样的真理 但是只要它是真理 它就必须要反复解证 要必须深入 而且要能够自圆其说 而且要能够带给人更多的启发性 那么这样的一个意见跟知识之别 是西方在长久以来 那么追求人文 追求知识的这一种 深厚传统底下 所做的一种非常精密的区分 那么在中国的传统里面 有没有这样的认识呢 当然有 我们来引述一段 前家时期的一位大学者 就是戴正 我发现在他的作品里 他其实也深深的感慨 不只是阅读经典 而是一般人 在一般性的读书 在一般性的认识 他周遭的世界 在他的一生当中 去形成对这个世界的认识的过程 也同样有这两种层次的不同 那么他所感叹的就是大多数人 只愿意也不自觉 那么更不想改变的 停留在所谓意见的层次 而异曲同工 他也同样的呢 就这两种 一个是主观的 一个是客观的 一个是有限的 一个是尽量要逼近无限的 这两种不同的层次呢 他也用了意见 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么他当然没有用到知识 这个词汇 那么他用他的学术脉络 那么给了一个跟意见不同 而可以说是更高的 更深刻的 更具有普遍性的 一种知识性的对象 他用理这个字来作为说明 换句话说 戴正呢 他用意见跟理 来区分这两种 不同的认识的层次 当然也就有不同的价值 那么戴正说 人是这样子的一个天性 人具有这样的一个天赋的人性弱点 人莫唤乎弊而自制 那么会任其意见 直之以为理义 什么意思呢 就是人其实最大的毛病呢 就是在于 我们都很容易被蒙蔽 因为人太有限 但是却偏偏又很自以为是 觉得自己很聪明 自己看到很多的东西 而忽略掉 我们的视野永远是在一个 有限的视角底下的 而因此在这个有限的视角之下 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一个事物的 有限的部分 结果呢 我们不去提醒自己 也不去要求自己 让我们在有限的观察之下 所做的评论呢 给予一个谨慎的对待 结果会认其意见 把这样子的一个 必而自制的成果的 形成的意见 加以放任 把它当作是真理 那么这么一来呢 当然就是所谓的 把个人的好恶 把个人的成见 当普遍的真理来面对 这当然是对这个世界 或者是对事情真相的 一种很大的扭曲 所以他感慨说 人们 常常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把意见当真理 以至于不自觉的呢 表现出来的 就是处断一事 责结一人 凭在己之意见 是其所事 而非其所非 意思就是说 我们忽略掉成见 都只是我们个人 主观之下 有限的认识 结果把它当成是一个 事物的本质 或者是世间的真理 以至于呢 就把它放大 成为一种上方宝剑 那么对别人 失去了同情跟理解 然后对一件事情 也忽略掉 它还有很多其他 我们没有看到的层次 以至放任自己的意见 那么放任自己意见的结果呢 就是是其所事 而非其所非 换句话说 就是用自己的好恶 来作为评断的标准 只要符合自己肯定的 或者是自己所欣赏的 那么通通都是对的 只要是自己不喜欢的 我们认为它就是错的 它是违背真理的 它是虚伪的 但是很明显 这都是呢 以把自我过分的放大 把意见当作知识 所造成的一种荒谬的结果 那么代证 这样的一个区分 我认为对我们非常有帮助 也可以看到 中国传统文人 他们学养深厚 而且呢 思路清晰 对于知识的本质 以及人性的弱点 了若指掌 那么在进行知识的建构 跟知识的追求的时候 其实也很深刻的意识到 人性的这个弱点 所会造成的一种 对知识的损害 那么这样的一个区分呢 在当时代证的朋友圈之中呢 也受到很大的共鸣 例如有一位他的朋友 叫做陆耀 他回复给代证的一封信里面 就有提到 他说啊 来教举 尽如礼遇之说 而为其 以有弊之心 发为意见 自以为得理 而所执之理 实谬 可谓切众 俗如之病 那么路耀在这里 所共鸣的是什么呢 姑且不论这边呢 涉及到儒学 本身礼遇的问题 我们把它局限在 一般人的知识 以及意见之间的 混淆来看 这一段话里面 所说的 以有弊之心 发为意见 自以为得理 实际上 也就是代证 自己所说的 人莫唤乎 避而自制 然后认其意见 直之为理 意思就是说 每一个人 其实都在 有限的情况底下 发展出 他的认识 内涵 但是呢 这个认识 内涵 当然只能够 定义为意见 那么重点就在于 自制的结果 就是自以为 很聪明 自以为 已经掌握到 真理 真相的情况底下 我们会把这个意见 就当做了一个真理 来面对 而可是实际上呢 这个所谓的理 实际上呢 是谬误的 因为它只是一个 意见的放大 跟意见呢 不自觉的 绝对化 而这么一来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对于知识的 严重的损害 那么 路要说 这是切重 俗如之病 那么我想 我们一般的读者 的毛病 可能也可以在这里呢 得到很深的一个产发 意思就是说 我们大多数的读者 也难免会在阅读过程中 那么陷入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常常匆匆忙忙 读过一遍《红楼梦》 甚至根本没有读过《红楼梦》 偶尔翻翻几段文字 就自认为非常了解林黛玉 非常了解薛宝钗 然后我们就开始 就这样的一个 粗浅的 有限的感受 就去抒发很多 对这些人物的评论 而忽略掉 我们对这些人物没有下过功夫 我们没有做过研究 我们并没有真诚的 好好的 倾听他们的声音 了解他们的生命史 可是我们就很容易的 自制而认其意见 那么这么一来 我们所做的人物评论 我们所做的经典的分析 会不会其实是拾谬呢 这也就是我们认识到 这两种不同层次的意义之后 我们所应该实时来提点自己的 如同我们刚刚所谈到 我们阅读经典 不可避免 一定是要从直接的感受 以及呢 很粗浅的认识开始 这个是不能够跳跃过的 知识的进展中的第一步 但是理想的读者 他应该要认识到 意见和知识是不一样的 意见和理是有所不同的 然后在这个意识之下呢 期望自己作为一个理想的读者 甚至是伟大的读者 然后让自己跳脱 这第一步 不只是感性的满足 不只是情绪的发泄 而是想要在经典的世界里面 去探索 人性的丰富与复杂 与这个世界的多彩多姿 因为世界之无缘福建 人性之深不可测 那都是可以探索不尽的 也必须要自我不断的进步 才能够与之俱进 那么这么一来 读者必须要成长 读者必须要要求自己 那么越好的读者越理性 也越能够呢 以更深的学养 来参透经典的奥秘 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要有研究 才会有发言权 没有调查过 没有仔细的检验过 我们世上都不应该 妄下断言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当我们掌握到 这样的奋机之后 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好的读者 他必须要跟经典一样的伟大 那么他必须或者是他最好 能够在阅读经典当中 也获得自我的提升 因为无论如何 经典的存在是一个被动的事实 唯有读者 他能够生生不息 能够以他源源不断的 对生命的更多的认识 来产发经典的内涵 所以经典的一个意义 其实也在于 他要来帮助读者 来创造自己 来丰富自己 那么读者与经典 互相成就 也互相启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